上個叫做月向盈虧 月向盈虧這是重點 考試的重點變化很多 我先告訴你 不然會再說 我有我的教法 如果你聽懂我的教法 基本上你就可以一招辦事闖江湖 所有題目 基本上都用同一種解法來解決 如果你聽不懂我的解法 那你就是要用背 我會告訴你要背 用背也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有少數問題 用背的會比較難解決 會比較難解決 OK 好月向盈虧 為什麼就是 就是我們說的 越有殷勤圓缺 在這裡 那這邊有個越有殷勤圓缺 越有殷勤圓缺 為什麼越有殷勤圓缺 就是因為太陽地球跟月亮 三者之間的角度關係 三者之間的角度關係 所造成的結果 但是這間角度關係所造成的結果 像這個圖 這邊有一個小圈圈 這邊有一個小圈圈 這裡有一個小圈圈 這個小圈圈代表的叫做月球繞地球的公轉軌道 可是這邊有一個大波浪 可是這邊有一個大波浪 這個大波浪是月球真正的運轉軌道 因為它一邊到地球一邊到太陽 所以它是它真正的軌道 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 日地月之間就有不同的關係 這裡是太陽 這裡是地球 這裡是月亮 日地月這樣的關係 你看到一個滿滿的亮的月亮 然後呢 如果是在這樣的關係 這個是太陽 這個是地球 這個是月亮 看到這樣的月亮 所以呢 為什麼會有月向盈虧 就是因為太陽地球月亮三點之間 角度位置關係的不同所造成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要做題目了 要解決題目的時候 我們需要知道三件事情 時間 方位 月向 三件事情 知道兩件 求第三件 知道時間 知道方位 求月向 知道月向 知道時間 求方位 知道月向 知道方位 求時間 所以你要懂得如何去看到方位 看到月向 看到時間 要懂得如何判斷 那我們就要告訴你 我們怎麼做 第一個是看方位 老師說 問方位 請看地球自轉 地球如何自轉 說法一 北極向下看 逆時鐘 也就是南極向下看 順時鐘 說法二 由西向東自轉 地球自轉方向 北極向下看 逆時鐘 南極向下看 順時鐘 不管順時鐘 還是逆時鐘 通通通通通通都是由西向東自轉 所以 所以 這邊這個人 這邊這位大哥 他的右邊是地球這樣轉過來 所以他的右邊是西邊 左邊是東邊 換這位大哥 地球這樣子自轉 所以他上面是西邊 下面是東邊 這位大哥 這位大哥 地球這樣子自轉過來 所以他的左邊是西邊 右邊是東邊 所以 考卷題目上 如果需要我判斷 如果需要判斷的 幫方位的 就請用誰判斷 地球自轉 地球自轉 如何自轉 北極向下看 逆時鐘 南極向下看 順時鐘 不管順時鐘 或者是逆時鐘 通通都是由西向東 這一個考題 請你不要寫左邊或右邊 因為南北看起來 南北看起來 左邊跟右邊會不一樣 這個萊雅國中考過 南北看起來 左邊會不一樣 所以你要寫東邊或者是西邊 東邊或西邊 OK 第一個 問我方位 請看地球自轉 地球 北極向下看 逆時鐘 由西向東自轉 第二個是問時間 你們在地理上學過時區 人在哪邊 時間不一樣 所以 時區是看日 地 人的關係 太陽照過來 人在哪邊 就有所謂的 就有所謂的時區 所以 現在太陽從右邊照過來 所以呢 我們的這一邊是亮的 叫白天 左邊是暗的 叫晚上 這裡叫做白天的中間 稱為正午 這裡叫做晚上的中間 叫做 職業 這個地方是要從白天 進晚上 所以叫做 黃昏 這裡叫做晚上 進白天 所以叫做 清晨 所以 問時間 就是看 日 地 人的關係 太陽照過來 人在哪邊 白天的中間叫正午 晚上的中間叫 職業 白天 進晚上叫黃昏 晚上進白天叫 清晨 少數題目 會讓你講幾點鐘 我們就規定 這個叫做 早上六點 這個叫做中午 十二點 這個叫做下午六點 這叫做晚上十二點 二十四點 或者是零點 零點 我們如果有少數題目 他需要問我的是 幾點鐘的 我就這樣規定 六點十二點 下午六點晚上 十二點 OK 如果我題目中 需要的是時間 時間是日地人的關係 太陽地球 人在哪裡 人在哪邊 白天的中間叫正午 晚上中間叫職業 白天進晚上叫黃昏 晚上進白天叫做清晨 OK 那第三個就是月相 剛才講過 為什麼會有月相 盈虧 因為太陽地球月亮 三個之間的角度關係嘛 所以會有月相盈虧 所以呢 當我們的月亮在這裡的時候 太陽照過來 右邊是亮的 左邊是暗的 地球看過去看到什麼 暗的這一邊 黑黑的月亮 這樣叫做碩 叫做碩 那麼當我們的月亮在這裡的時候 右邊亮左邊暗 地球看過去看到一個完完整整的亮的月亮 滿月 這個叫做碩 碩 我們習慣上會說 我們習慣換會說 碩是初一 碩是十五 我們考卷上這樣考 初一就是錯 十五就是旺 那麼當我們的月亮 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地球上看過去 看到有一半的月亮是亮的 一半的月亮是暗的 這個叫做 閑月 那麼 這個跑到這裡來也一樣 看過去也是有一半是亮的 一半是暗的 這個也叫做 閑月 可是上面那個是仙道 所以我們叫做上閑月 下面那個是後道 所以我們叫做下閑月 老師 我怎麼知道誰仙道誰後道 太陽系的運動 除了少數國中生不交的例外之外 方向都一樣 如果看起來是逆時鐘自轉 那麼也是逆時鐘公轉 地球是逆時鐘公轉 月球也是逆時鐘公轉 方向是都一樣的 少數例外國中不交 所以我們通常都一樣 所以這一題是北極向下看 逆時鐘自轉 所以地球是逆時鐘自轉 月球也怎樣 逆時鐘公轉 所以這叫做碩 這邊叫做仙道 所以仙道叫做上閑月 這個叫做後道 後道叫做下閑 所以 叫上閑月跟下閑月 我們綜合起來講結論叫做什麼 月亮如果卡中間的叫做 卡中間的叫做 坐放旁邊的叫做旺 先到的叫做上閑 後到的叫做下閑 OK卡中間叫做做碩 卡中間叫做碩 放旁邊叫做旺 先到的叫做上閑 後到的叫做下閑 農曆的前半個月叫做上閑月 後半個月叫做下閑月 所以題目如果問我 太陽 地球月亮的三者的角度關係 月亮卡中間叫做碩 放旁邊叫做旺 先到的叫做上閑 後到的叫做下閑 這就是我們要未來要來解決問題的方法 請問 有人問答嗎 沒有 很好